吴尼腦 咪咪嗽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新 为了精进山边土石流防灾的效能 保障乡亲生命财产安全 吉安湘公所25号的上午特别携手中央水保局 在泰昌村大山桥进行112年度防训演习士兵操练 以资讯科技设备进行多方的视讯 并且也启动防灾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的演练 逼真模拟实际灾害发生时的应变状况 为了精进山边土石流防灾效能 保障乡亲生命财产安全 吉安湘公所25号上午特别携手中央水保局 在泰昌村大山桥进行112年度防训演习 使病操练 由乡长游淑贞担任指挥官 坐镇吉安湘灾害应变中心 主任秘书高文斌担任副指挥官带领团队 动员近200名防救灾协力单位人员 依序进行操演 我们四年来创新不同的议题在吉安 就是要提升我们不同应变准备的救灾能量跟工作 我们也希望带来从中央限乡协力 共够地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守护的技能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相信他神圣的要来保障所有吉安湘八万多余民的 相信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外 更要成为协力在我们地方里面 开启防护很重要的责任跟工作 在这次的演练当中 乡公所也利用制购的空拍机 精准掌握灾区真实状况 同时与华联县灾害应变中心 及中央水保局进行即时视讯连线 落实资源传递与机关互助动能 并启动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练 场面逼真写实 展现吉安湘精实充沛的灾害防救量能 记者徐立琴吉安湘报导 好的收到了解